大陆亲戚低迷内需不忘 民众消费意愿低 形成了不促销不买的情况 大陆两家本土咖啡品牌 瑞幸跟库迪掀起价格战 一杯拿铁人民币9.9元 还不够便宜 竞争之下库迪一杯卖到8.8元人民币 最新公布的9月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同比持平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跌了2.5% 通货紧缩忧虑持续 瑞幸咖啡隔壁紧连着 就是一家库迪咖啡 同一条街都是大陆的本土咖啡品牌 但却要开得那么近 库迪先开一点点时间 差不多就是半个月 半个月之内然后另外一家就开了 不只向众同个区域展店 两家咖啡店推出的饮料品项也差不多 价格竞争更是激烈 库迪先打出一杯拿铁人民币9.9元 换算台币50元不到 迫使瑞幸跟进降价 接着库迪再砍价 一杯人民币8.8元 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很便宜啊 本来是不怎么喝咖啡的 看他打的价格 喝了之后感觉味道还不错 然后就一直选择他了 大打价格战 2022年10月才成立的库迪咖啡 其实是瑞幸咖啡两位创始人创立的 运营半年时间 大陆全国门市已经超过2000家 快速扩张手法 跟当年瑞幸咖啡有出一车 对我们来说 他们打价格战 我们肯定好啊 他们打他呢 我们还有便宜好钱 不是挺好的 非理性的过度竞争 两家咖啡店严重内卷 对市场来说并非好事 这样的现象 也反映大陆人消费的新趋势 不促销 不买 经济低迷 只好减少支出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持平 环比上涨0.2% 民生数据也反映现况 9月大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同比去年零增长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按年跌2.5% 反映大陆经济还处于通货紧缩阴霾之下 内需不忘投资市场信心不足 继上回官方调降股票交易的印花税之后 大陆国资进场救市 中央汇金增持四大国有银行股票 这次进场是相隔8年时间 中央汇金再次集体增持四大行 投入金额约人民币4.77亿 当天12号带动A股走升 收盘户指重回3100点 上涨0.94% 生成指数上涨0.83% 增持四大行将近五个亿 4.77亿 那么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所以今天的上涨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不过激情只有一天 13号收盘户指生成指数均下跌作收 而上一回调降印花税市场反应也不持久 整体的一些这种钱呢 总体还是去在这个定期存款里面去了 对吧 所以在整个这个流动性放水啊 或者包括一些印花税促进市场活跃 对吧 总体的效果就会打折 对投资市场存着保守心态 不过近日有大陆的周聘平台发布新资数据 应届毕业生平均周聘月薪是人民币 10342元 三年来上涨了人民币1050元 以地区看北京平均周聘月薪最高 超过人民币1.3万 换算台币58000左右 深圳跟上海则超过人民币1.2万 我觉得不信他这个13000的这个工资的 毕竟因为最近刚刚那个经济复苏嘛 所以说工作都不是很好走 经济的话是宏观的方面嘛 那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不同的 比如说那个电动车行业会好一些 那那边的毕业生可能会生存的会痛快一些 那其他的行业可能没有那么爽啊 实际感受落差很大 大陆国家统计局去年曾公布 北京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人民币7.7万 每个月人民币6451元 这样的行情跟大家现在尽量节俭度日的现况 官方和大众显然处于一个平行时空之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